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的作品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这本书还有一个更便于读者理解的副标题 即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这里的暴力指的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各类邪恶事件 包括战争、酷刑、暴政、凶杀、恐怖袭击 甚至是虐待动物 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暴力事件呈现下降趋势 而暴力下降的原因就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虽然平克是心理学家 他也期望能通过写作找到暴力下降背后的人性动机 但这本书并不完全是心理学著作 平克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 分析了从史前到21世纪 不同历史时期暴力发生的原因以及下降的趋势 可以说阅读了这本书就能对暴力的历史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 在序言中 平克指出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的生活的影响 无处不在 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 越和平的社会往往越富裕 健康 受教育程度和管理水平越高 对妇女的尊重程度越高 从事贸易的可能性也越大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 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 而找到那些开启了良性循环的优良特征 对和平的发展大有比一 所以了解暴力是如何减少的 不仅能帮助我们读懂人类发展的历史 更能引导我们过好未来的生活 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 为你解读本书的重点内容 首先我们将论证第一个问题 人类社会的暴力真的在减少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回到史前时代 从部落争斗开始计算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回到史前时代 并一直走到中世纪的欧洲 看看暴力发生率的变化 其次我们来看看现代人最熟悉的暴力 战争的变化趋势 二十世纪后 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国家间战争的发生 是否与暴力正在减少这个论点相违背 核武器的出现 是不是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达默克里斯之舰 最后我们将分析暴力减少的原因 从外部原因和内生力量两个方面 来解读暴力为什么越来越少 只有找到让暴力减少的力量 人类社会才能走入良性循环 每个人才能更好的生活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暴力真的越来越少吗 作者斯蒂芬平克写这本书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大部分人都抱持着一个观点 人类社会的暴力事件发生率不降反增 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后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让人无法感受到安全与和平 与此同时 各类地缘战争 如两一战争 越南战争等 时有发生 一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 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一天安宁之日 但是想要验证暴力发生率是增长还是下降 我们不能只看二十世纪以后 而要回到远古时代 看看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 距今七点五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出现 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 当时的人类以游牧 狩猎和采集为生 一直到一万年前 新时期时代革命时期 人类开启了刀根火重的生活 有了可以定居的住所 自身安全和食物来源得到保障后 人口数量开始暴增 劳动分工出现 其中有一部分人 完全依靠其他人提供的食物为生 原始人靠清源和文化 凝聚在一起的人 构成了部落 多个部落又联合成为囚帮 囚长掌握囚帮的一切权利 农耕文明经历了五千年后 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有实力的囚长率领随从 去征服其他囚帮和部落 进一步集中权力 并开始供养专业化的艺术家和士兵集团 新兴国家开始修建堡垒 城市和其他防御设施 发明书写文字来记录税收和贡品 并编撰法典 约束人民 那时国家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 大国会吞并小国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仅仅简单盘点人类组织形势的变迁 我们就能发现 暴力始终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 部落首领或酋长征服其他部落的手段 绝对不是和平谈判 大国吞并小国也是通过武力 所以远古时代的暴力 一定比现代国家之间的战争 发生得更频繁 有人可能会问 远古时期的暴力杀伤力不强 不过是几个部落用冷兵器打架 怎么能和现代战争相比呢 但有数据显示 原始社会战争的实际死亡数据 远超我们的想象 随便一场小冲突 都可能升级为尸横遍野的恶战 而且每天都有摩擦或战争发生 即使每一次只有一两个人丧命 日积月累的死亡率也会非常高 除此之外 部落战争的残忍程度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男人会在箭头上涂毒或腐烂物 让敌人的伤口溃烂 当强大的酋帮征服其他部落时 很少有战俘能活下来 大部分人都会被征服者虐杀致死 有资料显示 当时的武士最喜欢的战利品 是整张人皮 让暴力减少的第一个要素 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 平克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分界线 将狩猎、采集部落放在分界线的一边 国家放在另一边 通过对比数据发现 因为暴力死亡的人数占比 在国家出现后有了断崖式的下跌 即使在战祸深重的年代 现代西方国家的战争死亡率 还不到部落战争死亡率的四分之一 那么 为什么国家出现后 暴力就会减少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探究一下 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生暴力 17世纪的一位学者托马斯·霍布斯 在他的著作《利威坦》中 分析了人类暴力的动机 他指出 人们攻击他人有三个原因 分别是竞争、猜疑和荣誉 在竞争的情形下 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 在猜疑的情形下 人们利用暴力保护自己 而为了求荣誉 人们常会因为一些琐事产生争斗 原始部落的战争 就是由竞争引发 谁能竞争到有限的资源 就能获得更大的繁衍机会 最终在这个世界生存 其中一种稀缺的源 是雌性的生育能力 所以原始部落中 女性被视为一种需要抢夺的资源 成为男性首领竞争的对象 竞争还带来了 另一个引发暴力的原因 就是恐惧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整天坠坠不安地活着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把他杀掉 抢占他的房子 那么他自然会想到先发制人 抢先干掉别人 从而保护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恐惧 最终无限循环 这个循环被称为霍普斯陷阱 想要逃离霍普斯陷阱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采取威慑政策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种威慑政策是一种恐怖平衡 本质是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 最终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中 部落之间也存在复仇循环 我们常看到一些快以恩仇的江湖故事里 都会有一句经典台词 渊渊相报何时了 但这样的循环很难被斩断 因为恐怖平衡只有两个厉害关系人 A杀了B后 势必会引发B的亲人来报仇 并没有第三者出来阻止 而国家的出现就打破了复仇循环 在恐怖平衡中引入了第三人 霍布斯将他称为利威坦 意思是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 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 利威坦通过处罚暴力行为 让民众不愿采取暴力措施威胁别人 从而化解了人们的焦虑 当暴力发生后 人们会找法庭求助 这就大大减少了复仇的可能性 因此 国家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暴力 有了断崖式的下跌 不过利威坦不是万能的 君主制或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 又催生出新的暴力形式 暴政和酷刑 暴君统治了国家后 他会制定严苛的刑法 平民稍有不慎就会死于酷刑 比如最初的圣经就记录了基督教会的严苛刑法 亵渎神明的人要被乱石砸死 小偷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女巫被活活烧死 欧洲的暴政和酷刑持续了千百年 有数据显示 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凶杀率高达十万分之一百 一四四零至一五二四年 有一百二十万人被用于活人祭祀 十五十六世纪 欧洲经历了最混乱漫长的宗教战争 其中三十年战争 使当时德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转变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 宗教战争停止 不再有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 残忍的制度性暴力彻底消亡 这一时期 凶杀率下降到十万分之二三 那么 十七十八世纪究竟有哪些事件 才让暴力减少甚至消亡 作者总结了三个影响因素 第一个是经济革命的发生 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 是土地和农民 所以任何人想提高生活水平 必须要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 才能积累财富 这种对土地的竞争 是一种零和博弈 一方的德就是另一方的失 随着农业技术的改革 和劳动分工的出现 农民有了多余的粮食或牛奶 就可以用于交换 当交换发生时 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没有暴力的发生 这就是双赢 在博弈论中被称为正和博弈 正和博弈改变了人们对于暴力的态度 过去人们用暴力手段获取财富 如今只有你的交换伙伴活着 你才可能赚更多的钱 所以没人再诉诸暴力 第二个是利维坦的强大 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频发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单元 由领主封地和公国组成 三十年战争时期 有五百多个政治单元 领主们互相争夺势力范围 其是可以随意杀害农民 强取他们的土地 但和原始部落一样 强大的领主会整合其他政治单元 最终形成国家 就是利维坦 当君主们手握大权时 他们会厌恶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 因为从上位者的角度来看 战争都是在消耗自己的武力和财力 所以在国王的和平时期 国王们会尽力维持和平 聪明的国王会制定司法 保护平民的权利 如英国的法律 将凶杀视为一种侵权行为 如果有人犯了谋杀罪 起诉他的不是被害人亲属 而是国王 但正如上文所说 暴君还是会带来暴政 宗教酷刑依然存在 这时第三个影响因素 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就是人们思想上的转变 经济富足了 国家统治日趋平稳 人们就有余力去做研究和创新 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书写文字 开始阅读 数据显示 17世纪英国的图书出版数量 迅速增长 到18世纪末 伦敦到处都有图书馆 读书再也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阅读带来的除了知识的增长 还有共情能力 人们通过阅读学会了转换视角 站在他人的角度观察世界 从而体会别人的快乐和痛苦 他们开始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 从而反抗酷刑对生命的践踏 这就是人道主义运动 他抨击酷刑 将人的生命视为第一位 有了知识和智慧后 贫民不再迷信神 而是用理性思考 向科学寻求帮助 17世纪也被称为理性时代 学者坚持认为信仰 应该接受逻辑和经验的证明 这一立场打破了当权者的暴力政策 神职人员无法用暴力 胁迫民众归依信仰 除了理性的出现 还有一些思想家开始研究 如何限制君主的权力 让他不能滥杀无辜 这就是民主观念的诞生 从此 专制君主的权力被分散制衡 比如美国政府被分为行政 司法和立法 三个部分互相制约 民主制度让暴政和政治谋杀的数量 再次减少 人道主义革命带来的和平 一直持续至今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人类社会的暴力确实在减少 但和平并不是突然降临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与学习 才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战争与和平 读到这儿 可能有读者要质疑 19、20世纪到处都在打仗 欧洲国家用暴力殖民扩张领土 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 怎么能说暴力在减少呢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重点探讨 20世纪的战争发生趋势 作者指出 20世纪并不是最糟糕 最血腥的世纪 这种刻板印象只是一种错觉 原因有两点 第一 20世纪的暴力死亡数量 肯定远超以往 但这一时期 总人口数量也更多 1950年 世界人口是25亿 差不多是17世纪的4.5倍 如果要比较 需要把17世纪战争死亡人数 乘以4.5 才能和20世纪的战争破坏数 做比较 第二 20世纪是最靠近我们的历史观测点 人们非常容易回想起来 这些重大事件 并高估它们的影响力 这就是历史近视眼 带来的错觉 想要验证20世纪 是不是最糟糕的世纪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计算 首先是战争死亡比重 有学者列出了 人类历史上 19件最残暴的事情 并重新核算了 死亡数据的比重 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二战在人类重大伤亡事件中 排名第九 排名前三的事件 分别是 安史之乱 蒙古人征服战争 中东的奴隶贸易 再来看看战争数量的变化 通过梳理过去 一千年的历史事件 我们不难发现 战争的数量 呈现下降趋势 公元900到1400年期间 欧洲榜上有名的冲突 共计1148场 1400年时 欧洲国家 每年要挑起三场战争 从1400年到1559年 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 王朝时代 王室世袭制度 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继承人战争 为了继承王位 兄弟姐妹反复成仇 敖战不休 1559年至1648年 是宗教时代 为了争夺对城市和国家的控制 欧洲国王们 至少进行了25场国际战争 和26场内战 虽然战争一直是时代的主旋律 但和之前相比 数量减少了 原因是政治单元被不断整合 小国家最终融合为一个大国 参战主体数量下降 战争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18世纪是一个间歇期 大国竞争博弈停止 理性主义思潮 散要欧洲 民主观念开始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的战争冲突 不管是数量还是伤亡程度 都是历史最低 到了1789年 主权国家成为战争的参与者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民族主义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战争被成为各民族竞争 领先优势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民族主义的爆发 1917年是民族主义时代的结尾 就是在这一年 美国将战争塑造为 民族对抗专制的斗争 同时 俄国十月革命 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从此进入了 意识形态时代 在意识形态时代 各国联手反对纳粹战争 又在冷战中相互对抗 一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 意识形态时代 也被划上休止符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个数字 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算起 大国使用核武器的次数为零 冷战期间 两大敌对国交火零次 西欧国家间的 洲际战争数量为零 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为零 领土扩张战争数量为零 1953年到1984年 大国交战次数为零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 二十世纪的战争趋势 整体来看 二十世纪的战争数量 远小于之前的时代 二十世纪下半叶 人类社会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 暴力确实在减少 那么 究竟是哪些因素 带来了如今的和平 作者列举了 二十年代的几个重要事件 第一 征兵制度的消亡 1500年以来 战争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强制征兵制度 征兵制度表明国家需要行事武力 服兵役的时长也不断增加 19世纪 俄国最长服役年限可以达到25年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 世界各国的服役时长都在稳定下降 大部分国家彻底废除了征兵制 军队的人数迅速减少 冷战结束后 裁军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 第二 好战思维失去市场 各国领导人和大众的思维模式发生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条名文写道 既然战争始于人的思想 就让我们从人的思想出发 构建和平 二战结束后 人们的反战情绪高涨 领导人的战争计划遭到人民抵制 如50年代后期 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核武器示威活动 电视节目流行歌曲都以宣扬和平为主题 第三 国境线被冻结 联合国倡议各国边界神圣不可侵犯 任何试图改变边境线的做法都被视为侵犯 领土扩张从此不再具有正当性 每个主权国家都会尽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数据和各种历史现象都表明 21世纪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远离暴力 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暴力最少的时代 但和平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状态 18世纪短暂的和平结束后 更残酷的战争出现了 如今也一样 世界上有五个大国拥有核武器 各国军备力量远超从前 一旦潘多拉的盒子再次被开启 降临的灾难足以毁灭掉人类文明 所以维护和平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善良的天使 想要让和平长久持续 我们就要了解它背后的运作机制 即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今天的和平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从外部因素和内生力量 两个角度来解析 首先来看看外部因素 通过梳理暴力的减少因素 可以发现有几个要素 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 其中之一是利维坦的出现与强大 再来复习一下利维坦的概念 它指的是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 现代欧洲的起点 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 充满频繁但规模小的冲突 随着政治实体整合 利维坦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大型国家出现 战争的数量越来越少 但还记得吗 强大的利维坦会催生暴政和酷刑 因此还需要其他因素来制衡利维坦 1795年 著名思想家康德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三个条件 时至今日该理论依然被证明有效 第一个条件是各国都是民主政体 民主政府的设计旨在通过法治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 所以在处理外交关系时 民主政府应当利用法律或规则与他国谈判 而不是暴力 除此之外 与个人崇拜就是信仰不用 民主政体建立在同样的理性基础上 在霍布斯的世界 恐惧让每个人都有率先发起进攻的意愿 但是在民主国家 人们互相信任 最后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对人民负责 他们不可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荣耀 发动愚蠢的战争 第二个条件是开放经济 康德用了一个更温暖的表述 普世友好的世界公民 上文我们说过 贸易交换是一种正合博弈 交易双方实现了双赢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蓬勃发展 世界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 一个向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 很少介入军事冲突 有学者指出 那些具备成熟贸易系统的国家 更倾向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纷争 在经济开放的时代 每个人都是一个友好的世界公民 只有贸易对象活着 我们才能做生意 才能赚取更多财富 第三个条件是存在一个 类似于第三方仲裁机构的世界政府 这个世界政府不是一个国际力围坦 而是一个自由共和的俱乐部 它没有垄断武力使用权 而是用国际法来约束各国政府 很多人立刻想到了联合国 但国际组织中最有效的是 欧洲煤钢共同体 也就是欧盟的前身 这个共同体的目的是监管共同市场 规范两种战略物资的生产 在设计之初 联邦德国就融入到这个共享的组织中 过去的宿敌现在成为合作伙伴 人、钱、商品和思想相互交流渗透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如今各种国际组织在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是不偏不倚的法官 可以调节成员国等的纠纷 各成员国想要享受组织的便利 就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 其中一条就是维护和平 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全新的和平环境 环境又反过来对人类的思想和心理 起到约束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看看维护和平的内生力量 平克指出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理性 17世纪 欧洲暴力减少的重要原因在于 人们脱离了蒙昧的控制 学会了阅读和思考 掌握了理性的力量 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理性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 科学家弗林发现人们的智商一直在提高 这一现象被称为福林效应 有数据显示 一战后各国都出现了稳定的福林效应 今天一个普通人比1910年里的大部分人都要聪明 平克认为 人们智商提高后理性也随之加强 使得我们能够摆脱个人偏狭的视角 去构建更加抽象和普遍的理念框架 这反过来促进了道德原则的发展 包括避免暴力 这一切都是因为20世纪理性能力提升的结果 因此他认为20世纪产生了道德福林效应 即日益增加的理性 让我们远离能够导致暴力的各种冲动行为 并且这也是20世纪迎来长期和平的原因 在众多论据当中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自1946年以来 在美国卷入的战争中 士兵死亡人数与总统的智商呈反比 理性使我们远离那些更容易导致暴力的道德准则 从而促进道德进步 在没有完全放弃使用暴力的同时 理性把暴力限制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范围里 比如死刑执行标准 从最开始的虐杀到现在尽可能追求无痛苦的死刑 理性的人希望活着而不是死去 喜欢幸福而不是痛苦 我们明白别人有能力让我们好好活着 或者痛苦的死去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因此我们在告诉其他人不要伤害我们的同时 也就认同了不应伤害他人的理念 所以当我们内心有冲动想法时 请让自己的情绪停下来 试图用理性思考 理性将引导我们用全新的角度看人性 看历史 看世界 让我们深思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 好了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为你拆解到这里 现在来回顾一下本书的三个重点 在第一部分 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 证明人类社会的暴力确实在减少 力威坦的出现 人们用理性去思考 经济革命的发生 是暴力减少的原因 在第二部分 我们分析了20世纪后的战争趋势 现在我们正处于长期和平年代 国际规范和社会准则 约束着人们的行动 让暴力再一次远离人类社会 在第三部分 我们总结了暴力减少的原因 了解了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三个条件 也认识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理性思考的力量 有人说 普通人无法决定历史进程 但读完这本书 相信你会对人性和世界 有全新的认识 暴力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 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平的持续 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